本港接连发声,穿女校服群潜入校园,警方迅速按 原来网络充斥买买二手校服,竟有卖家以添出售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女校校服,更标榜送赠 礼物,包括着过的泳衣、丝袜、甚至内衣裤、真相奈 寻味,有家长怀疑涉及色情成分 HoiTV节目一线搜查 道,一些卖家在二手买卖平台已超高价,售卖有用痕迹的女生二手校服,售价远远高于全新的服,其中最高甚至开价2588元 节目组发现其中一位月卖家,在知名二手买卖平台,售卖约80套二手校,当中大多数为女生校服群,而不少更为本港 同女名校校服,该卖家在每件出售的二手女生服中,均标榜有使用痕迹Heavily Ud,详情浏览上列图级,而特别的是,每件女生校服均有小礼物附赠,这些礼物包括着过的泳衣、丝袜及内衣裤等等 星岛条记者则发现这位活跃卖家,在该著名二手屏拥有两个账户,分别在7年前及4年前注册 该卖家5年前开始销售二手校服,截至今日,两个账户已几近600次销售记录 该卖家销售的二手校服,大数女生校服,价格多由数百元至数千元 一线搜,发现,其中一套最贵的女生校服标价2588元 该校服,还实践同一间女校的运动校服山库,与其一件酒 新的二手泳衣,均属于黄大仙一间知名传统女校 购买该套校服,可获奏内衣裤小礼物 星岛条发现,该件校服至今仍未售出,但已减价至2388元 至小礼物则由内衣裤变永依 一线搜查其后接触 为卖家,伴有兴趣购买当中一件女生校服 该卖,见节目组未有回复,即以送赠用过丝袜为噱头 促早做购买决定 该卖家兼具面交,只愿邮寄货 以下是节目组和卖家对话全过程 该卖家在对中,卖家亦透露了自己的身份 一线搜查项校服,私查询 一套全新的冬季校服,续山连半截群约350元 但这些卖家在二手平台出售的二手女生校 却标价五,六百元,甚至于千元 又送底裙,丝袜等 二手价境远远高于全新价 不少家长接受该节 访问表示,怀疑这些二手校服的卖买涉及色情 分,卖家强调校服用过又送内衣库等小礼物 可能并非单纯环保循环再用 性治疗师和牧师 节目中表示,一些人会透过穿校服得到性兴奋 过度沉溺,便需要找专业人士辅导 本月十一月二十日常 湾佛教大雄中学,遭一名穿校服女群义服男 趁善学生离校之际潜入,警方调查后已涉嫌游荡 补一名三十六岁男子 相关新闻,上月十月二十日牛池湾传统 女校得望学校,遭一名义服男潜入 警方其后居一名三十岁男文员 警方调查相信,疑犯假扮女生藏 女校册隔企图偷窥及偷拍 相关新闻,导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浏览更彩内容 有机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